7月6日 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在北京召開 會議主題為為人民謀幸福 政黨的責任 來自160多個國家的500多位政黨和政治組織的領導人 以及與萬名政黨和各界代表通過雲端齊聚一堂 深入探討人民幸福與政黨的責任 政黨作為推動人類進步的重要力量 要矛定正確的前進方向 擔起為人民謀幸福 為人類謀進步的歷史責任 在此次峰會講話中 習近平總書記鮮明地闡明為人民謀幸福 為人類謀進步的重大主題 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與世界胸懷 在講話中 習近平總書記做出四個新貢獻的承諾 深入推進中國是現代化 為人類對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做出新貢獻 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 為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繁榮做出新貢獻 履行大國大黨責任 為增進人類福祉做出新貢獻 積極推動完善全球治理 為人類社會携手應對共同挑戰做出新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從引領方向 凝聚共識 促進發展 加強合作和完善治理五個方面 明確提出政黨需要擔負的責任 為全球政黨發展提供中國方案 從脫貧減貧到推動抗議國際合作 從應對氣候變化到保護生物多樣性 面對當前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 中國方案吸引世界各國政黨的目光 俄羅斯統一俄羅斯黨主席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在峰會上說 中國在極短的時間內戰勝了疫情 面對危機情況 中國沒有對那些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不管不顧 而是盡全力向所有有需要的國家提供幫助 阿根廷正義黨主席 總統費爾南德斯在峰會上說 我再次感謝中國政府和人民對阿根廷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給予的合作與支持 中方向阿根廷提供了大量醫療資源 為阿根廷獲得全球緊缺的抗疫關鍵物資提供了便利 斯里蘭卡自由黨主席 前總統希里·塞納表示 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發揮卓越的領導力 在國家治理和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取得卓越成就 創造了標柄實測的人間奇蹟 我們期待向中國共產黨學習借鑒更多赤黨理政經驗 安格拉駐華大使內圖說 中國共產黨創建了許多政黨之間交流對話的平臺 跟其他國家的政黨交流和對話 這個平臺有利於我們交換觀點和經驗 促進世界團結 哈薩克斯坦駐華大使加比特·科伊·舍巴耶夫表示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非常重要 也非常及時 它響應了世界不同類型國家的呼聲 我們不僅要支持它 更要大力地推動落實它 外國政黨也可以落實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自己的貢獻 據瞭解 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是中國共產黨迄今主辦的規格最高規模最大的全球性政黨峰會 為何我們是否訂立做兵或是我們在一起計劃 大使文說 平臺 在五個月的電話上下述 如臺匹 人類似乎 包括圓墨 韓東